今天是3月23号 上午11点15左右 飞哥缅甸说 飞哥现在在阳光 哎呀这个狗本来又来了 哎好漂亮这狗 杨大哥这是什么建筑 海关 现在是缅甸的海关 海关东楼 电报局 都是非常有食品特色 飞哥呢今天主要是开车带大家啊 因为 因为我 我还是简单 哦有个狮子 哦杨大哥 狮是代表什么呢杨大哥 哦英国人的一个象征啊 我们对这个 我们不赞成这个 这个就是叫什么呢 殖民啊 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他有 好的一面就是留下了很多 好的建筑 因为缅甸以前啊 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啊 都是英国人 嗯 在这边给他设计街道啊 所以这个街道也是英国人留下来的 哦税务局的楼啊 哦今天上班了吗 你看很多人在排队了啊 大家看一下啊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也很有价值 海关的楼啊 因为这个 哎呀好漂亮 太多了 这杨大哥让我这左拍右拍 我一看 我忙不过来啊 我朋友们啊 有点太美了啊 在镜头里面 哎 你有的时候肉眼看的角度 感觉还真的不一样 今天我在这镜头里面看到 我平时没有看到的角度 我也是突然惊惊惊惊的 这个古建筑 这是18几年建还19几年 有没有印象 这反正肯定是100多年以上了 我拿着 这是杨大哥预估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没做 应该是18八几年 18九几年的建筑啊 好 人心天桥 这个因为是靠 因为他是外滩嘛 这个外滩跟上海的不一样在哪 他的江边也是码头啊 所以你看到吗 现在大家看到这很多的物流车出来了 还有杨哥开 杨哥和我现在走在哪呢 铁轨上面啊 因为他以前 这个铁轨现在好像没太用吧 有用吗 铁轨有火车拉 拉物流啊 这个也是老建筑 一会儿呢 可以拐过去吗 杨大哥说 我们先去江边拍一下啊 这边应该是有船渡轮到对河岸吧 啊 所以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人力 这不是人力车吗 江边啊 江边啊 我们今天先就暂时不下去了啊 以后做专题的时候 飞哥带大家下去看 这边啊 这是他那个 这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哦哦哦 我们叫什么啤酒吧啊 靠江边的啤酒吧啊 那你们想想在外滩上能喝啤酒的话 什么感觉啊 因为这个江边飞哥自己都没来过啊 因为我去了别的江边 因为他这个江外滩非常大 我们看到看到船了 大家可以看到船啊 哇 这个仰光河 特别漂亮 因为现在仰光经济还是有点落后啊 所以那个他这个外滩晚上的灯光不够那么辉煌 不像我们外滩上海外滩 或广州的珠江啊 但是未来我相信这个一定会成为仰光最最优的一个景点 所以等这次事件过了之后啊 嗯 我觉得大家对缅甸感兴趣的朋友们啊 可以来缅甸来玩啊 到时候大家看到一个安静祥和充满商业氛围的仰光 我都能听到到有个船小木船那种啊 是仰光特别有的 你看我给大家做个特写啊 然后就慢点 大家看到吗 我这个放大一下 这就是仰光河上特别特有的一种当地的一种船 特别有杜伦 这个就是杜伦啊 这个就是杜伦啊 因为他这个正在修建桥 还没有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杜伦从这边过到河对岸 对岸的名字叫达拉 对吧 因为那个桥可能过一两年会会建好了 哦 桥墩哦 看到了吗 正在修桥墩 因为对面也有好多那个渡船的停泊呢 飞哥在做个特写 哎 这都是停在的这个桥上的桥墩啊 好 杨大哥 这一集 嗯 也会火呢 嗯 杨大哥这一集也会火啊 哈哈 因为杨大哥希望我们 希望我拍的都是经典啊 因为我相信未来啊 飞哥拍的都是经典啊 拍一下阳光四景的生活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码头的小市场啊 应该要多住处 渡轮嘛 大家 所以这边的商业就比较繁华啊 有这些水 水 饮料啊 水果啊 这是特有的一个本地的三轮车啊 哎 我在转过来的角度 大家看了吧 这是大的一个建筑 缅编海关啊 飞哥的打 太美了 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仰光吗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 呃 他这个现代化跟中国是没法比的啊 但是呢 他因为是有这些古建筑啊 老建筑 也没怎么去破坏开发 就保持的非常非常好的殖民特色 所以呢 有他的特点啊 这也是大家 以后朋友啊 来缅甸要看的啊 那些景色 大家现在有个初步的了解 以后来缅甸玩 都有目标嘛 你看哎 这个就是三轮车 缅甸特有这种三轮车啊 哎 这个角度看这个建筑啊 美不美 今天阳光阴天嘛 所以拍出的景色 呃 有点那个 有点 有点压抑的感觉吧 或者叫什么 这个词 这个航空公司啊 缅甸国家航空公司的建筑啊 这也是叫老建筑 又来一个老建筑 英国大使馆啊 现在也是什么 哦 因为我从这儿过 我还以前没注意什么建筑 这个 哦 这是油电局 现在也是什么 啊 缅甸油电局 这都是上百年的建筑了 真漂亮 你想想所以呢 当时 仰光是远东第一 第一城市啊 所以大家能想象呢 一百年前 一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缅甸 仰光是多么富有啊 那时候 后来的新加坡呀 都跟他没法比 包括香港啊 开始的时候也没法 没法跟他比 所以我们 呃 仰光缅甸的老华侨 以前是非常自信啊 哦 这叫不忘九栏 哎 飞隔最清额 因为飞隔第一站来缅甸 就是走了这条路 啊 我们辉哥 不知道辉哥能看我的节目吧 他当时在这开了一个酒店啊 叫hotel foodtimehotel 好时光酒店啊 他已经转让了啊 哈哈 我能看到这个酒店 所以我对这条街还是蛮有感情的啊 现在叫卡萨阳光 hotel 这个建筑 干嘛呢 这老的 没开了感觉啊 哎呀真老建筑 一会儿给大家看个鸽子啊 地下 因为飞隔当时来的时候 六七年前了 来的时候 第一次就在这喂鸽子啊 所以印象非常深 哦 这些老建筑 飞隔也叫出了名字了 就是觉得耐看 好看 有历史沉重感 因为飞隔对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啊 也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 我看一下飞隔的视频啊 有什么疑问啊 也可以给我留言啊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啊 哪方面飞隔可以改正啊 还有建筑人拆洗重新 重修是什么的 哦这是江边的后一条街啊 英国人留下来的 这是什么来的 原来是美国大资 哦这原来的美国大资 这是他的股票交易中心啊 这个飞隔到时候 为大家做一期节目啊 飞隔对这个股票 缅甸股票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啊 嗯 所以很多人 哎 这个角度飞隔转过来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 也只能拍到这样 那个是什么建筑你还有印象吗 是车上那是一个银行 哦银行 哦这个走了我们就走向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苏雷塔啊 这时候情况我就不拍了啊 有机会的哎呀这个角度太漂亮了 阳光市政府 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 飞隔也只能拍一部分啊 哎呀 阳哥这条路选的真是在这个角度啊 因为我们之前香格里拉正面我们也没拍啊 所以忙的都忽略了啊 救火队啊 也都是这边救火队啊 这个建筑都是英国留留下来的 因为飞隔的镜头转不过来了 有机会只能 哎这个角度 中间12点飞隔做特写 这个就是香格里拉的主楼啊 侧面这个10点钟方向这个楼呢 是它的我整个广角吧 是它的一个商务中心啊 都是这两年建的 香格里拉酒店就很久了啊 然后12点钟到1点钟方向 这个楼就是我前天节目讲的 叫樱花大酒店 但是那天我拍的是另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 北到南的一个 南到北的一个方向啊 这个角度就特别美 能显得特别 阳光的建筑的 立体感啊 所以飞隔也希望这次事件之后啊 有更多的观众朋友啊 各位朋友啊 来缅甸来玩啊 现在这个建的两栋啊 是在这个以前的建筑基础上啊 改建的五星级大宾馆 五星级宾馆啊 所以呢可能各位朋友在来的时候 已经建成了啊 所以呢这条主要是一个商业街吧 属于阳光最主要老老的商业街 这个我们就之前拍过了啊 那今天先到这了啊